另一支签是第86签 一支是中平的签 這支签的內容是指甚麼的呢 這支签是指考富難為無米粹 這個懂得聽 它指中平 放武迎賓 它說一個故事 以前有一個人叫逃放 家裡很窮 但家裡很窮 有客人到來招呼 媽媽也覺得不能夠失禮 沒有錢招呼別人 就把自己的頭髮賣掉 以前是不可以的 要身體發股手指父母 要做這件事已經是很大的犧牲 也代表他窮到要做這件事 換了一些酒菜去招待客人 人家知道這件事傳開了 就說這真是賢富 即是好 為兒子做這件事 明流萬代 求到這些签就怎樣 有名就沒有理 事業签是比求財好 對 導演 他財力一定不足 要責要借 要唯有物點檔 看看怎樣去貸款 明則留意 實理是沒有的 即是為將來的 鋪路的 事業要出盡百保力增上游 怎樣辛苦都要留一個好印象 你這個好印象 就為你帶來很大的好處 將來有用 不是這一年的事 對 如果問其他事 例如問姻緣 就很難維繫 遲早散 就看看怎樣 讀書上好 因為讀書是明白的 也不用浪費錢 不是錢的問題 如果問經濟、財運 就周轉困難、結局那種象 就要責任 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考富難為無迷取 例如問病 明流萬代 人死流明 所以也會有空障 人死才會流明 即是有危機 要留心 過度的機會很大 但如果女性 就要特別小心一點 例如要做小手術 或者有些小病痛 但還是會痊癒 所以大擔心 女性就特別留心一點 明白 那又理解完這支簽 我看看下一支簽 就是一支87簽 也是一支中平的簽 這支是大家爭論的簽 這支是孫綠座談 孫綠座談 孫綠座是兩個人 一個是孫銘學 一個是陸士龍 一個是開武林太古的樣子 都是出色的人物 被人在座上談論 即是地日在宗 一國開國有勇等 那些人就說 現在究竟誰才能做渣撇人 或者推舉 有些人就說 新名學 有些人就說 陸士龍 咬頸 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的象 所以這支簽的意義是甚麼呢 大家也看到了 先機 各執一遲 例如說事業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有很多繁擾 是競爭激烈 如火如肚 斗本事 斗宣傳 斗來斗去都是怎樣 最後就是斗減價 即是這個意思 即是說要博利 要攤博 事業一生二苦 即是看六死誰守未有結果 不過要做就照做 盡力以為 即是盡力 如果求其他 譬如這支簽是多勞 少得沒有貴人的簽 所以問病是反覆 壞的方面是多於好的方面 折身也是 遇到很大的競爭 但又未有得到的象 不要太煩 如果家宅就要有年頭 煩到年尾 經常都吵怨 很厲害 加無靈人 如果讀書又干擾太多 這些雜音太多 令人不得專心之志 好像很吵 是的 如果因緣 三年一小炒 十年一大炒 有可能有空打架 即是經常有很多爭執 各持幾見各不相讓 那你不就是爭執 在說這件事 擾陽 沒有特別好的象 所以你說它平 又沒有大災難性的東西 又沒有大損失 那你只會爭辯 即是如果看到的 抽到這支簽 便自己平靜點 不要寫一下和它交 不要令自己神天輸入 這麼老吵 這個時候 我們先來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和大家解釋 黃大仙靈簽